今天立法會土地及公共批給事務 跟進委員會舉行了會議 跟進防災減災公共工程之規劃及建設事宜 委員會主席李靖怡會後總結 政府部門之間溝通不足 而相關工程並沒有具體的完成時間表 將繼續督促政府進行相關的工作 4月2日立法會土地及公共批給事務 跟進委員會舉行會議 跟進防災減災公共工程的規劃及建設事宜 保安司司長黃少澤列席會議 市政處、警察總局、公務局、海事及水務局 都有派出代表出席 委員會主席李靖怡會後總結會議內容 他表示上述的部門分別報告了相關防控工程的進度 但委員會對工程進度不滿意 因為政府部門之間沒有統籌 導致工程的進度緩慢 如果你是一個整個系列沿著河堤 都會有一些加高、泵水、蓄雄這些東西 其實應該是一整個系列 大家互相去做設計和構想 可能有些功能會是重疊的 在設計上就不需要各自做 這些是跨市長、跨部門的 我們從來都覺得 澳門在統籌這些事務上會出很多問題 在防災減、災基建這麼重要的一個項目裏面 怎能夠說沒有一個完全統籌的部門 李靖怡同時強調政府應該公開防洪牌路方面 建設工程的數量 有關的進展程度 以及完成時間表 供委員會以及公眾監督工程的進展 相關的工程入面 內港的速水池、黨潮集等 還處於研究設計的階段 有少少進展的都是一些臨時的措施 李靖怡引述委員會的意見說 擔有風貴來臨的時候 迪華地區依然是難逃水深的老問題 大問題就是主動的比如黨潮集 或者一些防洪牌路的設施加高河堤 這些情況 暫時很多都是處於一個初步的研究設計階段 進度比較理想的都是一些 小型臨時的一些集門、佛門的建設 以及其實市政署那個算是最快 在一系列的防洪牌路措施裡面 算是行得比較快的 一個都要2021年 李靖怡引述政府代表說 黨潮集暫時未獲中央最終批准 現上處於初步設計階段 指於盧華西側的治水方案 一壺方案將擴展至包括荔枝換區域 需要先向城區會介紹之後 再進行方案的比選 我阿維市記者 蔣雪庭 陳健 公文報導 大師傭 疻